一个上白班一个上月班 就是说连基本上就是说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这个在接客 那么一天的客接客人数呢达到了这个二三十个 通过市民提供的信息 他们辖区里某宾馆的一个房间 多次有不同的男子进出 一两个人他们也不会起疑 但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 来来回回能有二三十个人 这样的行为状态与平时住宿的宾客 严重不符合常态 他们怀疑有不正当行为 接到这一反应后 民警很快进行了调查 通过暗访和调取监控 发现这个房间是两个女孩子住的 一般两人都是错开过来 但是房间始终都没有空闲过 不仅如此还总是频繁的更换房间 通过登记信息查看 该女子名叫吴娜今年23岁 在这期间不断的有男子进进出出 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通过进一步了解 民警很快收集了各种证据 最终摸清这些男子的进出规律 并确定这就是一个卖淫窝点 一般像这种情况 有这么多进出的人 要说后面没有团伙 那几乎是不可能了 而一般这样的团伙 非常的狡猾 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于是立即就进行了抓捕行动 当进入房间 没有任何人 外围警戒的一组 将一名调课抓获 另一组工作人员 也拦住了形色匆匆的女子 工作人员上前对其身份进行检查 对方强装镇定的进行着辩解 否认自己在此的行为目的之后 调查人直接说带着他去查看监控 听到这里 明显能看出来这名女子很是慌乱 但是还是一口咬定 自己刚过来找姐姐的 但是没有找到人就出来了 对于女子吴娇的狡辩 调查人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安排了一名 刚刚他们还见过面的挑客 看到这里 吴娇终于任命似的不再说什么 根据姐姐无奈交代 她是被当时男朋友骗到这边来 并强迫她从事了这个行业 慢慢时间长了 她也发现这个来钱非常的快 所以就将退学的妹妹喊了过来 因为妹妹整容欠下了很多贷款 所以她立刻就接受了姐姐的提议 于是姐妹俩就这样辗转多地 并从中获利十几万元 姐妹俩一个负责白天 一个负责晚上 有时候为了拉客 还会有一起的时候 每次一个人400块钱 然后再以之前约定好的分成比例 老板曾某负责在网上发布信息 再联系卖银女进行交易 之后每天以通过的接客数量 双方进行分账 一天就能赚到四五千块钱 我上白班 她上我班 我上到下午 有的时候六七点钟 五到两钟就这样 她就来接班 吴娜表示 18岁过来之后 她也不甘心过 在挣了一些钱后 她也尝试着去改变 试着去找过一些工作 但是因为自己学历有限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而去给别人打工又累又脏 她更加干不来 发现什么都做不了的吴娜 还是原来的行当最轻松 来钱也最快 然后吴娜就从此开始享受这样的生活 每次挣到的钱 更是肆意进行挥霍 几乎都花费在了整容和消费上面 因为挣钱很快 通过检查后发现 妹妹吴娇患有性病 目前民警已经把这一卖银团伙 全部抓获 包括老板 曾某在内的五人被刑拘 姐妹两人日夜交班不停接客 一天近达30多人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留言点赞转发 下期见